他本可以铸就科幻恐怖片的巅峰 却在当年因为过于超前的创意而遭遇票房惨败 在同期上映的一行震惊世界时 他却又因为画面过于下饭而惨遭多个国家停播 故事发生在遥远的南极洲 一支来自挪威的科考队不慎陷进了突然断开的冰层 庆幸的是刚坠入不深 勘探车就惊险万分地卡在了裂缝之中 捡回一命的科考队员们刚打开车灯 又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只见深渊底下竟藏着一艘外星飞船 等好不容易凿开了一条通道后 众人也终于见到了飞船的全貌 科考站的桑德博士这时也根据冰层的年龄 推断出了飞船停在这里至少有十万年之久了 然而还不止于此 他们又在飞船上方的地表处发现了一只被冰封的未知生物 分析到它极大可能来自于飞船后 众人随即就将它连同整个冰块运回了基地 可还没等众人将冰块切开 博士就提出他要先取出一块样本进行鉴定 身为古生物学家的凯蒂第一时间提出了反对意见 毕竟在没有杀菌消毒的情况下 谁也不清楚它是否安全 可博士压根就没有在意它的话 而是直接让其余队员拿出钻头开始打孔 然而此时聚精会神的众人并不清楚 随着钻头突破冰层 未知生物的皮肤组织被成功取出的那一刻 潘多拉的魔盒也就此打开了 很快通过对未知生物DNA的鉴定 博士确定了它的确是不属于地球的外星生物 参与者的他们也必定会名流迁事 而就当所有人在歌在舞地庆祝着这一伟大的发现时 尿顿的黑哥却突然听到犬舍里传来了躁动不安的狗叫声 他沿着声响来到了放置冰块的房间 在仔细地观察了一番外星生物后 没有发现异常的他刚准备离开 可下一秒 差点被吓尿的黑哥第一时间通知了队友 而看着眼前这空空如也的冰关 所有人的心理顿时都有了不好的预感 为了不让事情继续失控 博士立马就将所有人分成各个小组 开始在营地内进行地毯式搜索 很快 其中的两人就发现了躲在屋子底下的外星生物 可他们刚想呼喊队友 外星生物吐出的触手就直接洞穿了其中一人的身体 在他被触手拖过去的同时 听到呼救声的其余人也飞快地赶了过来 眼看队友即将被外星生物吞噬 众人立马开枪 可几艘子弹下去非但没造成任何伤害 还似乎将他给彻底地积没了 见状 其中一名队员赶紧丢出了几桶汽油 在剧烈的火焰之下 外星生物这才停止了他愤怒的嘶吼 事后 众人将烧焦的外星生物再度抬回了基地 博士也在凯蒂的配合下将外星生物解剖了开来 让众人惊讶的是 被他吞进体内的队友似乎正在跟他融为一体 但队友身体内因为骨折而植入的支架却被他排了出来 凯蒂对此十分不解 于是他取了部分队友的组织切片进行检测 但却看到了更让他震惊的一幕 队友身上已经有了外星生物的细胞 这些细胞不仅没死 还在吞噬完人类的细胞后又仿制成了人类细胞的模样 这一发现让凯蒂内心的不安愈发的严重了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飞行员卡特刚准备带着伤员离开基地 凯蒂这边却在厕所内发现了几颗被丢弃的假牙 又看到浴室里一大滩散落的血迹后 凯蒂终于意识到了什么 他赶紧跑出基地拼命地阻止直升机的离开 而看到他的手势后 卡特虽然疑惑 但犹豫片刻之后还是决定降落 可听到这个决定 机舱内的外星生物不干了 他直接就退去了人类的围装 随即又从肚子里蔓延出了无数的出手 所以下一秒直升机先是失控 接着就在凯蒂难以置信的眼神中直接坠毁 恐惧和不安笼罩了基地内剩余的众人 而凯蒂在见到浴室内的血迹被清理得一干二净后 立马就将外星生物还活着 并且可以复制成人类的事情告诉了众人 见到众人一脸怀疑的样子 他又拿出厕所内找到的假牙 他推断外星生物无法吸收和复制无机物 才会将假牙吐了出来 再加上厕所内的血迹又被人偷偷清理了 所以他认为外星生物一定还混迹在他们之中 可其余众人却依旧不愿意相信他说的话 就在他不知所措时 另一个女队员突然就找到了他 他告诉凯蒂他早上确实看到有人在偷偷打扫浴室 而现在这个人又即将前往下一个基地 所以为了阻止外星生物波及外界 他和凯蒂赶紧就来到仓库 准备抢先一步拿走所有的车钥匙 可谁料凯蒂刚找到钥匙 身后的女队员就缓缓退去了他的吊带 并对着凯蒂张开了他温暖的怀抱 这恐怖的一幕吓得凯蒂把腿就跑 他刚跑出仓库 被动静吸引的另一名队友也刚好来到了走 在他愣神的攻火 外星生物直接就冻穿了他的身体 这时其余人也陆续地赶了过来 在见到这血腥残暴的一幕后 直接愣在了原地 还是背着喷火器的胡子哥最先反应过来 立马就启动喷火器解决掉了外星生物 这下子 众人也不得不相信凯蒂的推断了 而为了确定他们之中 是否还存在着伪装的外星生物 博士又提出给每个人做血腥筛查 但就在这时 两道模糊的人影艰难地走进了基地 等到他们走到跟前 众人才惊讶地发现两人 竟是之前坠机的幸存者 可按照当时的情况 正常人根本就无法存活 更别说还能走回基地了 胡子哥当即就准备将他们解决掉 还是凯蒂及时地阻止了他 为了防止误杀 他建议先将两人关起来 等到血腥筛查过后 一切都将无所遁形 可众人还是想当然了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 直接就将实验室烧成了灰烬 这明显的破坏行为 也让所有人意识到 外星生物仍旧隐藏在他们之中 一瞬间 猜疑和恐惧无限地 拉开了众人之间的距离 一场关乎生命的狼人杀 也就此展开 也就在形势欲演欲劣时 凯蒂突然想到了另一个办法 他利用外星生物 无法复制无机物的特性 挨得检查所有人的口里 是否植入了假牙 先以这种方式锁定了 四名狼人候选人 接着他又让胡子哥去检查 另外被关起来的两人 可来到仓库 他们却发现两人已经逃走了 胡子哥二话没说就追了出去 但刚走进另一个房间 就被瞬间制服了 同伴间断赶紧跑回去寻找支援 可众人却再度争吵了起来 突然一阵玻璃破碎的声音响起 众人赶紧跑去查看 就看到卡特拿着胡子哥的烹火器闯了进来 场面也再一次紧张了起来 再看到对方在其余人的怂恿下 准备启动烹火器时 卡特的同伴只能提前一步扣下扳机了 子弹将他一枪爆头的同时 也打破了他被在身后的器官 随即就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当爆炸停歇后 众人也逐渐冷静了下来 可就当他们将被爆炸波及的伤员抬进房间时 变故再次发生了 所有人都被这诡异的一幕吓得魂飞破散 而躺在地上的外星生物又再度发起了攻击 在触手的无情挥动之下 众人瞬间就死伤惨重了 外星生物这时也彻底完成了蜕变 他迈着妖娆的步伐贴上了他的猎物 直接与之戎为了一体 还是凯蒂最先反应过来 可他刚拿着喷火器走出来 害怕火焰的外星生物就直接逃离了房间 他将房间内的尸体焚烧处理后 带着卡特就准备继续追杀外星生物 最终 卡特以自身为诱饵将外星生物吸引了出来 一旁的凯蒂则抓住时机启动了喷火器 这才将他彻底的烧死 本以为危机就此解除 可还没来得及松口气的两人 又看到博士开着勘探车飞快地驶离了基地 为了防止外星生物逃回城市 两人又赶紧开着车追了上去 并一路沿着痕迹来到了外星飞船的所在地 可两人刚走上飞船 飞船就突然启动了 凯蒂在一个不慎之下直接掉了下去 当他再次睁开眼时 就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飞船的内部 可一路探索了他 却没注意到外星生物已经出现在了他身后 等他反应过来时就已经被掀翻在地了 他赶忙逃进了狭窄的管道 可依旧还是被外星生物的触手拖了出来 千军一发之劲 他掏出随身携带的手雷扔进了外星生物的口里 伴随着一声巨响 爆炸不但将外星生物炸得粉身碎 在连锁反应之下也炸停了已经启动了的飞船 一切终于结束了 然而就当两人准备返回基地时 凯蒂却突然发现卡特耳朵上的耳环莫名地消失不见了 在他的提醒之下 卡特却又摸到了另一只耳朵上 这也让凯蒂坚定了内心的猜想 在故事的最后 一架飞机来到了早已成了废墟的基地 调查员刚走下飞机 就看到了那具被烧焦的怪物尸体 这时 一直躲在地下室的唯一幸存者也拿着枪走了出来 他刚想告诉调查员真相 就看到基地内早已丧命的狗子疯狂地朝着基地外冲去 意识到事态严峻的他赶紧坐上直升机追了上去 可无数子弹的倾泻也没能让狗子有丝毫停歇 就这样 另一个科考基地的噩梦就此来临了